东区一带于宋朝时便有人聚居 当时的居民大多是常居此地的闽南渔民 和香港开部以来定居通罗湾的福建籍人口 直到现在 英皇道两侧依然有不少福建人聚居 他们将家乡的传统融入到社区文化当中 比如随处可见的同乡会和楼上廟 千里之外 在逼坐的空间里 人们对于闽南文化的信仰与坚守 是他们对思乡情节最好的诠释 电车驶入春阳街的画面早已深入人心 这里也是区内福建人的购物中心 街市中很多店铺也是以售卖福建土产为主 眼前 这座于1908年落成的香港皇家游艇会 反映了20世纪初的建筑风格 2013年 这里改作视觉艺术展览中心 游街实现 阳光 红砖 松树 是游街实现最具标志性的文化符号 缓缓旋转的松树 在静谧中展现优雅的律动 阳光透过白色的窗帘 在碧绿的草坪上投射出奶油色的光蕴 硬式的红砖小楼里 蕴藏着令人意想不到的惊喜 传统建筑与现代艺术相互碰撞 能造出一种别样的美感 从游街实现向西漫步5到7分钟 就可以看到一片开阔的海滨广场 这是炮台山东岸主题公园 主题区的一大特色 是设有第一条于维港内 正式向公众开放的防波堤 在堤坝的末端 人们可饱览近乎360度的维港景色 眼前来往的船只在海面上游异 海面上方 教堂 民居 写字楼 掩映在车水马轮的背后 港岛的立体之美 仿佛都凝聚在此 沿着海岸线继续东行 在群山环抱的贼鱼冲 有一间与众不同的博物馆 驻立在宁静的香港东宇 这间博物馆小众到 连本地人都显有知晓 不过 对于喜欢海事历史的游客 葛亮红号灭火轮却非常值得一看 1953年至2002年之间 葛亮红号一直是香港消防处 灭火轮队的旗舰 丈夫当年之所以决定建造葛亮红号 是因为当时很多的渔民以船为家 居住在避风塘内 漂于水面且由省缆相连的渔船 常有火灾发生 而海上面火轮 对渔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提供了有利的保障 今日 这位灭火工程被置于 随于冲海浸公园 免费供市民参观 柴湾尚未大规模开发前 原有多座客家村 但随城市现代化发展 如今只剩罗屋一座客家村未拆 罗氏族人于新康熙年间 移居柴湾建村 以务农为生 1967年 罗氏后人全部迁离罗屋 政府于1976年决定 将罗屋修复为民俗馆 展示客家家具 农具和日用品 同时介绍柴湾历史 农具和日用品 做案 那一被昕屋力尽 合作的 农具和日用品 、中文 Short 公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